在第十九集的预告里 女主把真相告诉了外祖父 还有大王大妃 这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终于知道了女主的真相 而从预告里观察 十九集出现很多虐的剧情 素银打算解除与男主的婚约 而男二号的王兄 正在向男二号挥刀 法派会不会和女主的外祖父联盟呢 因为有一个声音在提醒反派 想成为王的话就要冷酷无情 男二号可是反派的亲弟弟啊 希望李显不要领盒饭 而男主的家人也遭到了波及 如此看来十九集 应该是充满了悲剧的剧情